翁真经 觉悟第一先 真经广布十方界 诸菩萨同赞曰 济公活佛大慈悲 为救九六众元灵 了人生死生路 济公活佛曰 家中有本真经 可保平安 不诵此经 奉上神桌 确保儿除邪魔永消灭 真诚诵此经 不经说经典 功德无量福无边 老幼康安寿延年 弟子 OOG手钝手奉 功请 南无大慈大悲求苦就南济公活佛时叩首 南无大慈大悲求苦就南天然谷佛时叩首 3. 本文解说 1. 颂念 既功真经免灾又消难 颂的既功真经 神经觉悟第一线 解说 1. 心好能够诚心念 颂真经 可以消除三灾八难 永远免除灾难的肆虐摧残 2. 心好能够诚心念 颂真经 2. 要能用心去钻研体物内中的真谛 2. 以能觉悟为第一优先 3. 心好所谓 3. 觉悟 4. 是觉醒了物 5. 集体的真理 5. 开发真挚 5. 觉悟乃是空无声无二 5. 离自信之相 5. 心好 5. 释迦佛 6. 舍太子位 6. 出家学到 7. 情形精进 5. 觉悟一切种智 6. 而未知佛 6. 真经广 6. 广不识方 6. 诸菩萨 6. 同赞约 6. 即恭活佛 6. 大慈悲 6. 未救 6. 众元灵了 6. 人生死生路 6. 解说 6. 心好 6. 此不真经 6. 十分灵验 6. 足以广 6. 不识方世界 6. 只要大家都能念 6. 宋病 6. 依经实践 6. 必可救度 6. 所有众生出离苦海 6. 诸尊菩萨 6. 对于 6. 继恭活佛 6. 垂下此不真经 6. 皆同声赞叹 6. 说 6. 继恭活佛 6. 大慈大 6. 为了救度 6. 亿元灵 6. 降下此不真经 6. 希望众生 7. 诚心念 7. 诵实践 7. 借以了解 7. 断除人生的生死路 7. 以达到 7. 无余涅槃 7. 不再受轮回 7. 之苦 7. 心好 7. 所谓 9. 六重元灵 7. 久在意中 8. 未阳的代表 7. 六位阴的代表 7. 圆灵是指圆胎佛子 8. 此乃指宇宙 8. 包括阴阳在内 8. 所有的一切众生 9. 所谓 9. 了却 9. 是说了解真相 9. 并脱离想 9. 所谓 9. 死生路 9. 是指生死轮回的道路 9. 众生轮回 9. 是由于 9. 获叶之音 9. 贪 9. 甜 9. 吃三毒 9. 而招感三界 9. 六道之生死轮回 9. 犹如车轮的回转 9. 永无止境 9. 继功活 9. 佛约家中 9. 有本真经 9. 可保平安 9. 不送此经 9. 凤上神桌 9. 却保耳 9. 除邪魔 9. 永永消灭 9. 真诚 9. 诵此经 9. 不经说经典 9. 功德 9. 无量 9. 福无边 9. 老幼 9. 康 9. 安寿 9. 延年 9. 解说 9. 心好 9. 最后 9. 继功活 9. 佛 9. 向大家 9. 宣说 9. 家中 9. 拥有一部 9. 继功 9. 活 9. 佛 9. 救世 9. 真经 9. 可以保你平安无事 9. 纵使没有时间念诵此部经典 9. 只要将此经供在佛桌上 9. 也可以确实保护你 9. 去除邪魔的困扰与危害 9. 永远消灭 9. 不再作祟 9. 只要真诚念诵此部真经 9. 应经不失经典 9. 并能枪此部经的真意向大众宣说 9. 可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和福报 9. 全家老少都能获得平安健康 9. 延年益寿 9. 心好 9. 这一段世纪 9. 祭公活佛的主妇与祝福 9. 希望有缘接触此部 9. 祭公活佛就是真经的人 9. 能够体会 9. 祭公活佛的就是苦心 9. 生怕众生缘薄信力不足 9. 不能相信持经 9. 诵经 9. 诵经 9. 解经 9. 行经的功德 9. 所以从最简单一行的方法说起 9. 借此一步一步带领我们 9. 引出迷途已入物境 9. 绝对不要怀疑 9. 祭公活佛所说的这一段话 9. 更不可误解其苦心 9. 在这一段修成中 9. 停留中途太久 9. 以至半途而废 9. 前功尽弃 9. 心好不要误以为 9. 家中有一部真经 9. 就可保平安 9. 或只将此部经典 9. 供奉在神桌上就可以 9. 或出资印至经书分布各处 9. 以为获得功德就满足了 9. 当要深解念诵的真意 9. 乃是心口如依 9. 以心形印证其经真地位究竟 9. 心好所谓 9. 家中有本真经 9. 的真意 9. 乃是指肉体内的这一家 9. 主人是本性 9. 要依真经降服诸多身内的不良习性 9. 才能获得平安无事 9. 降服重念之所生 9. 才能发现真主佛性的智慧 9. 心好从世事观察 9. 真理都是藏在深处 9. 并非一蹴可及的 9. 当一个人尚未理解事情各中的道理 9. 不可知道与我们的关系 9. 往往是默不关心 9. 致知度外的 9. 如果没有诱因 9. 引其入理深究 9. 恐怕永世无缘接触真理的洗涤 9. 是以祭功活佛透视世人的心理 9. 鼓励我们 9. 虽然没有时间念诵 9. 只要将此不经典放在神桌上 9. 就能产生保护以及消除邪魔的效果 9. 它是希望借着功在神桌上 9. 就有机会去接触 9. 接着念诵研读诗行 9. 心号如果将 9. 神桌 9. 的真意去探究 9. 释放至神明的桌子 9. 我们的内心释放至原神之处 9. 可见祭功活佛是要我们从字面上再深入探究 9. 真经不在字指上 9. 必然是在内心的原神中 9. 是继佛借此真经唤醒我们的原神真性 9. 才能消除邪魔保安康 9. 绝对不可依文解字 9. 而误解继功活佛的苦心 9. 心号 9. 念 9. 是经 9. 口 9. 心的合成 9. 经是当下的意思 9. 修行必须掌握当下的真心 9. 是以 9. 念 9. 自是要我们当下借口念而入心 9. 产生心口如一的效果 9. 也就是对于真经的内容 9. 要能说到做到 9. 口说心行才是修行的真意 9. 心号不经说经典 9. 是要我们借着印制经典 9. 分布四方 9. 让有缘众生能够取得 9. 进而宣说其中的真意 9. 让大家真正明白 9. 怀疾功活佛锤是此不经训的用心 9. 不可辜负他老人家的真情实意 9. 让这种美意变成浪费 9. 如此才能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 9. 安康寿炎年 9. 出浅的含义是保身体健康 9. 易寿炎年 9. 其实是指心性的境界 9. 而非色生肉体 9. 这是已入真知的领域 9. 老字在 9. 道德经第33章说 9. 死而不亡者寿 9. 又在第6章说 9. 古神不死 9. 是未玄聘 9. 玄聘之门 9. 是未天地根 9. 这事说明 9. 唯有让本性复活 9. 才能得到永寿而不亡 9. 四 9. 弟子积首顿首奉 9. 恭请 9. 难无大慈大悲 9. 救苦救难 9. 祭功活佛石叩首 9. 难无大慈大悲 9. 悲救苦救难 9. 天然古佛石叩首 9. 心号解说 9. 难无是归一 9. 礼敬的意思 9. 祭功活佛 9. 天然古佛的圣号 9. 都是祭功为了救世度人 9. 所成就的硬化身 9. 其实 9. 旭功 9. 天然 9. 都是本性的作用 9. 只要人人修至回复本来面目 9. 就是真正归一 9. 旭功活佛 9. 天然古佛 9. 了 9. 四 9. 结论 9. 老师曰 9. 觉悟是唤醒自信 9. 不要再沉迷于六道 9. 觉悟是看清自己 9. 不要再迷糊于世道 9. 觉悟是进化自心 9. 不要再进淫于红尘 9. 觉悟是安顿心灵 9. 不要再不安于本位 9. 觉悟是融合周围 9. 不要再拒人于千里 9. 觉悟是善待一切 9. 不要再逼人于不安 9. 觉悟是无限感恩 9. 不要再傲慢于自恃 9. 觉悟是实时反省 9. 能使清静永住安详 9. 命运的穷通或福 9. 请问您看清楚了吗 9. 道歌歌词 9. 灵依相知相惜调记 9. 有仪长存 9. 有缘千里来相聚 9. 开创圣业不分我和你 9. 相亲相爱相知相惜 9. 彼此成长创造好成绩 9. 心好多年努力 9. 不容易坚忍不拔 9. 学习有魄力 9. 博爱的心发出光 9. 照亮每个众生的心地 9. 心好心好天 9. 恩好汉无边 9. 无际要感恩图报 9. 不要忘记 9. 智诚无席远大志向力行到自强 9. 永不习 9. 白羊天使并驾齐驱 9. 神圣使命单积极前驱 9. 惊涛骇浪勇敢冲前去修办的心 9. 永不渝 9. repeat 9.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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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心好心好 9. 灵二瞻恩德则调计 9. 风雨无阻 9. 人生是贵在何处参与 9. 物今生唯一的去路 9. 那红尘封霜 9. 雨露困扰人心彷徨 9. 如何来出入 9. 多少忧伤 9. 泪霜 9. 多少迷惘 9. 多少感触 9. 性欲三奇开普度 9. 沾恩则得天眷顾 9. 心好仙的后修 9. 家脚步参与物修到半道的好处 9. 肯定天命勇敢踏出修半 9. 尽情挥舞放心的追逐 9. 人生有几来丰富 9. 沐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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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那管前行坎坷路 9. 我可以了愿了苦 9. 心好心好感到昨日种种 9. 昨日已死 9. 向今日换一些诚恳和静度 9. 付出够不够多 9. 与人够不够好 9. 人亦中数有得者不孤 9. 但愿众生明理道 9. 为武使命和无悔的风雨无阻 9. 法喜充满心 9. 心湖不失 9. 常住感恩心 9. 怀乐之族 9.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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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灵三大地有爱 9. 常若春日 9. 活佛师尊 9. 教化菩萨辞讯 9. 活佛师尊创区 9. 心好在浩瀚的宇宙 9. 我们选择来到这个世上 9. 在众多人海中 9. 我们相约 9. 重逢定要以真诚 9. 开朗怀恩喜悦的心 9. 圆满生命之中 9. 无限因缘 9. 心好心好 9. 还要散播欢乐 9. 散播真爱 9. 让人生像百花盛开的春天 9. 灿烂精彩朝气蓬勃 9. 让心情如春风柔和平顺 9. 吹福佛子都清安又自在 9. 重选 10. 新浩 10。 新浩 10. 载 10. 明昵 10. 林 kleinen 几角色每一出戏有结局故事感人流下泪滴 美目人生戏里演出相聚何别离 星号星号我已真诚感动你扫尽心里的猜疑 既然都是同修兄弟时常保有何期 你我心中存敬意讲的全是好赞与看来人人都欢喜 曲终人散演玩戏 到底何从何去你要知道莫执迷 repeat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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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五明月照星湖调记 我只在乎你 星号不经寒风透彻 古烟能芳香味特殊 逆旅人生酸甜苦展翅飞翔至不舒 好像戏曲一幕幕高潮叠起多感触 色不迷人 色不迷人人自物抽砍田离水火柱 星号星号火中连耐炼 耐磨冰青又脱俗出污泥而不染 风格世上无吃苦了苦 明月映照星湖 不便随缘自在前尘无碍族 圣得不善道铺荒漠中献干露 圣贤露全力以赴 如续日冬出repeat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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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六认真调计 雷海 大道的唯妙用心体会才能够知道 人生的际遇如同波涛秉持自己的意志 耐过种种的煎熬 是弥欧是物谁能辨识真假 真心向道 谁能够体会上天恩德勇全以报 跌倒了以后是否能够再跑 谁能够认明来去之路宗旨再报 让那往事永远不再牵扰不再困扰 人生的真体和实途而才能够知道 日日三省思修养性描切莫迷真而逐望 望却自己的根描示你 哦是你让我望穿秋水干长寸短 图怎么舍得让诗为你行影憔悴 说过的诗言为何找不回来 诗怎么舍得看图迷媚沉醉苦海 看那往事一幕幕 就像潮水将你掩埋 看开了诗图发出测影之心 生命的成就一步又一应不断地累积 图怎么舍得让诗为你行影憔悴 说过的诗言为何找不回来 诗怎么舍得看图迷媚沉醉苦海 看那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将你掩埋 零七大家一起来 红东东那脸儿轻轻发烫喜洋洋欢乐笑声回荡 相牵手甘与苦意一起分享 从今后普生命心乐章 精神正不迈开发扬 无踪放光彩不宏高不傲慢 谦虚有理低姿态 真尘慢风沙盖灰灰尘土拍一拍 不怕痛不怕摔 跌倒还要站起来 红东东那脸儿轻轻发烫喜洋洋欢乐笑声回荡 相牵手甘与苦意一起分享 从今后普生命心乐章 当自强漏喜洋欢乐 当自强漏喜洒大任肩扛道德灾 人间祠 庄奴躯 庄奴躯 王剑勋 心好您的步履向白云飘 高蓝天宁的足迷 您的步履向绿 在云飘飘 天宁的足迷 天宁的足迷向绿水绕青山 一身朴实一身平淡一心修佛一向行善 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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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好来来去去带着满怀 慈悲匆匆忙忙为了度化人间 来来去去带着满怀 慈悲匆匆匆忙忙为了度化人间 repeat 心好 空白多处是原始党图片所在处 刘盈明2011年8月18日15点54分 继恭活佛慈讯发意重得 99年8月28日普里天元佛院学界法会 今日里 为师与徒儿欢喜同在 望途儿 真正明白卫师的训语 现实下 多少多少年轻人 忙什么 是课业 还是游玩 说说 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 脸书 书脸 在这颠倒的世界中 徒儿你忙什么 千万可别把自己被电脑给挂碍住了 每其名放松压力 减压减压 可知道这当中暗藏多少陷阱 别太自信自己 别太自信自己 所以这种科技 你用在合理处可通 若用在心肌处 不可不可 固徒儿们 好好明白为师的话 从现在开始推行 经书 书经 而不再是 脸书 书脸 这是救了你的心 救了你的愿 有人沉迷 半道成了有借口 度人成了有借口 以前没有时间观念 现在为了收成 时间有了 是吗 所以道中之人 该将自己的生命 用在度化世人上 自己有限的时间 当充实道学 和圣贤同在 和仙佛同愿 这才是真正修道人 希望每一个徒儿好好修 好好办 时间用在对的地方 你必定成圣成贤 典传师们在前一天预演 三次救战力六个多小时 当天又占两小时多 年长又上第一线 真是辛苦 以身世道显至人勇 道物迈入新纪元 当天上天慈悲赐了 和仪的天气 当天陪记者前贤们 也一样辛苦了 大家写了光荣的历史了 2011-03-06一贯到祭天大典 文化新国和平护国 释迦牧尼佛使使徒说 以神降母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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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是 欲以佛之之见事物众生 适时圣善善慧菩萨 诸兜律陀天内愿 为诸天众演说妙法 宫行圆满玉下身人间成佛 广度众生 先观五世 观诸众生 降生之时间 地点 国家 家族父母 等 然后从兜律陀天下身人间成佛 释迦牧尼佛使使徒说 二白相托梦三太子降生 二白相托梦 静泛国王后摩耶夫人怀孕时 一日梦见白相献瑞 大地金山及银山 皆布满芬香杂色之莲花 不久便身下太子西达多 太子身后七日 母后即行逝世 由以母波蛇波提抚养长成 即为人类最高尊贵之佛陀 三太子降生 西元前五四三年四月八日 摩耶夫人于网母家生产时 途经蓝皮尼园 于园中休息时生下太子 当时有四大饭天使者 为其接身 宇宙充满光明 天奏妙月 百花齐放 太子及时踏着莲花步行七步 一手指天 一手指的 畅言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释迦牟尼佛使使徒说 四乡师礼敬 五手不福田 四乡师礼敬 老仙人 阿斯陀 战相太子 及时赞叹云 我不拜犯天 而礼拜此儿 欲言此儿将来必为 佛陀 拯救世界不幸与无缘之众生 成为世界上之最尊贵者 五手不福田 静范国王 延请熟悉三费陀典之婆罗门 为太子命名 时太子就坐毫不畏动 众军拜福 故命名为 西达多 亦为释迦族中田敬而成功者 释迦牟尼佛使使徒说 六举功学社 七太子完婚 六举功学社 太子西达多少年受学时 不但修学婆罗门一切教义 对于摄欲等五道教育 亦为其必修之科目 全印度之青年其体力与智力 无异及于太子之博学及异能 七太子完婚 太子西达多于十七岁时 取母族善绝王之女名 耶稣陀罗 为妻 耶稣陀罗生性温良 后来出家 在比丘尼众中 据惭愧第一 释迦牟尼佛使使徒说 八四门由观九舍离妻子 八四门由观 父王剑 韩 蜀 温 三十殿敬请与太子已享乐 太子出游 亦即尽奢华 然太子与四门由观 健身 老 病 死等苦 身觉万物变化无常 心静沉重 又见修行者之清静 遂有宴气世间欲乐之念 九舍离妻子 西达多太子婚后 身一子 明 罗 穆加侯 罗 意味 智图 太子时常用智慧观察 世间一切悲哀 痛苦 欲乐 老死等问题 为求解脱固 决定出家修行 应是回到寝宫 见妻儿已熟睡 终于舍离走出 复住 智固 行具名 就是脚疗手铐 不自由之意 释迦牟尼佛史实图说 十骑马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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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达多太子骑成白马鸣 监制 离开王宫 带着马夫鸣 车逆 扬鞭出城 向东南方及驰而去 到深山旷野去追求 痛苦的解脱与人生的真理 十一替法相道 西达多太子至居立城外之 阿努比耶村 坐于河边 解开头计 割断长法 谢去服饰 交油车逆带回宫 自己披上土色袈裟 脱起饭波 飘然而去 释迦牟尼佛史实图说 十二六年苦修 十三木女献入 十二六年苦修 太子出家后 住于黑林 过着启示生活 国王文后 甚为哀痛 百般劝告 无能挽回 遂命交成儒等 五人陪伴太子修行 此五人及后来之五比丘 太子出仿外 到教以苦行 为求真理 忠师所望 乃改以自行内求 苦修六年 日静一麻一脉 中至身体消瘦 面色枯萎 十三木女献入 西达多太子六年苦修 仅得一缕命脉 由未得到解脱 应觉身心本位合一 乃非觉时或苦行 所能解脱 遂起坐进入泥连禅河 喜尽成垢 中应无力支持 卧倒余地 适时有一目牛女 名须舌多见状 供养乳迷 后乃恢复体力 交成儒等已为太子便智 逐舍太子离去 释迦牟尼佛史诗图说 十四降伏群魔 十五正物正觉 十四降伏群魔 太子离开苦行灵后 到菩提家耶 于菩提树下安坐 誓言 若不悟到 全身虽灭 亦不起此坐 朱天皆为赞喜 唯有魔王波寻不乐 发动魔兵魔疆 来威吓他 然太子中不未动 结果魔王被降服了 收回魔兵回去 十五正物正觉 西元前五一三年十二月八日黎明前 西达多太子于菩提树下举头 看见天上明星 误觉探约 其灾 其灾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香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证得 以此 如实之见 正知正见 知大道 西达多太子 便成为万世至尊 佛陀 释迦牟尼佛史诗图说 十六区走魔女十七复伤线共 十六区走魔女 魔王得知佛陀成正觉 便派遣其三个女儿名 唐赫 四家 四家 阿拉第到达佛陀夫坐之处 存心又敢 但佛陀默然置之 不畏所动 结果火焰变成河风 增物变成莲花 魔王三女失败而窜 十七复伤线共 佛陀与菩提树下 独处四十九天 享受解脱法喜 十有二伤人明塔菩萨与巴利卡者 旅行经过 目睹佛陀庄严德乡 圣位敬福 乃供养烙丙与密 此为佛陀成道后 第一次接受供养 释迦牟尼佛使使徒说 十八犯天请求十九出转法轮 十八犯天请求 犯天沙横八从天而降 恭敬礼佛请求佛陀弘法 普度众生 但魔王则促请佛陀涅盘 结果佛陀答应犯天 愿大开佛门 普度众生 于是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说华严大法 四说阿涵 方等 班若 法华涅盘等五十说教 十九出转法轮 佛陀离开菩提加耶 至波罗奈臣之路也愿 十交成如等五人 于路也愿终人修苦行 遥见佛陀前来 互为约束 不予接待 待佛陀接近时 一睹佛陀之庄严得香 不其尽相恭敬 即听佛陀说法后 交成如首先正道 其余四人 阿师婆世 拔提 摩赫南 婆沙婆等一次地 成阿罗汉 是为三宝之使 释迦牧尼佛使使徒说 二十制度 耶舍二十一度 加业重 二十制度 耶舍 佛陀在路也愿与五比丘第一次 结下安居后 得长者子 耶舍未弟子 耶舍之父感知佛所 一文佛法 义得法眼而归一三宝 是为最初之幽婆塞 一日佛陀应耶舍之父礼 请接受诗时 耶舍之母及其七亿归一三宝 是为最初之幽婆疑 又有成名五十四人 受耶舍引导出家 是为僧团之使 二十一度 加业重 大婆罗门有加业兄弟三人 乃是火之外道 拥有一千弟子 佛陀说服三加业 及其图重等放弃是火 而归一正法 应是僧团生育日高 各方前来归一者一日重 释迦牟尼佛使使徒说 二十四罗 穆迦侯 替度二十五提婆被判 二十四罗 穆迦侯 替度 佛陀回国后第七日 命设立福为其子罗 穆迦侯 罗替法出家 此时父王悠悠难色 但经佛陀安慰后 使行出家 除此之外 上有佛陀之从地阿南 阿 少加缅 楼陀 摩赫 那摩等多人 亦随佛出家 后来阿南成为佛陀之士者 佛陀涅槃后 阿南尊者解极三藏经典 永远流传于世 这就是现在的大藏经 二十五提婆被判 提婆达多为佛陀之从地 并归依佛陀为弟子 但提婆达多心怀奢望 被判佛陀 令创宗派 并图谋暗杀佛陀 教唆阿舍氏太子 反叛平婆梭罗王 窃夺摩洁陀国王位 引诱佛陀被离僧团 结果于佛陀面前忏悔而逝 释迦牟尼佛使使徒说 二十六佛度遗母 二十七父王驾崩 二十六佛度遗母 佛陀之遗母 为佛祭母 波蛇波提夫人 由耶稣陀罗 佛妻陪同 率领宫女五百人 肯佛准许加入僧团 遭佛陀再三拒绝 后的阿南尊者之请求 吉利巴尽法准妇女出家 是为比丘尼之使 二十七父王驾崩 佛陀祭墓王输陀适广 佛陀为尽人子之责 回国适后父王 并为父说法 敀范王正悟而逝 佛陀送中福观 不失财物 表示孝敬 释迦牟尼佛史诗图说 二十八位母说法 二十九犯天下降 二十八位母说法 佛陀为报答其身母摩耶夫人之恩 曾生刀立天为母说法完成校院后 人回人间广度众生 附著刀立天 亦为三十三天 此天天主名是提桓英 俗称玉皇上帝 曾归依佛陀 为佛弟子 誓愿保护佛教做佛教大护法天 二十九犯天下降 六月初四日 佛陀从刀立天宫回人间 这十大犯天王随佛下降 请佛说法提出 恶毒 不失 贪厌 忍耐 阴险 珍贵 痛苦 死亡 福报等问题 经佛开示后 心中充满喜悦 和掌礼拜而去 释迦牟尼佛史诗图说 三十度隔离魔三十一佛班涅盘 三十度隔离魔 佛陀于王舍陈池播出外启时 图中寓意强盗隔离刺杀其母 为佛制止 应是隔离转变真心 归依三宝 但结果未亦丰森 三十一佛班涅盘 佛陀最后受铁弓之子 纯陀供养后 至居师那家罗臣 于梭罗双树下班涅盘 十七元前四六三年 二月十五日中夜 佛寿八十岁 释迦牟尼佛史诗图说 三十二分四设立 三十二分四设立 佛陀涅盘后 一海涂皮 火葬 佛设立分位三份 一份与诸天 一份与龙王 一份留在人间分与八王 由诸国民众各建宝塔供养 道清表演三山坡里 母情及眼后宇周点传师 金之周前人及眼领任何照 天道奥义 第一张天 第二张道 第三张道 第三张道 第四张良知良能 第五张道与人 第六张修天道 第七张万法归宗 宗者道也 亦也 第八张解脱生死 道清表演三山坡里 母情 道清表演三山坡里 母情及眼后宇周点传师 金之周前人及眼领任何照 第二张道 第二张道